21年12月12号 我们昨天聊了一下这个失业跟无用阶级的问题 我觉得没透 因为就是顺带聊到那里了 我们来这集仔细分析一下 就是如果世界失业率 按我们说的这是一个趋势的话 它会来到多少 那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昨天也提了一下 那我先说结论 我估计的话 这个世界未来五到十年的失业率 可能会较长时间会维持到10%到25%之间 可能15%到20%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这里我们要细细掰扯一下 就是我们这几年有好多种声音出来 比如说无用阶级这个提法 肯定不是我个人提出来的 对吧 然后还有很多人有提到过 就资本论 它在一定程度上就作废了 就是说在无用阶级的这种框架下面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 那么资本论的一个核心就是 很多人他参与劳动是要被剥削的 是一个有存在剥削阶级跟被剥削阶级 但是人类科技发展到现在之后 产生了就是你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 因为你实际上正常消耗 对人类的产出来说太低了 比如说你每天用个几度电 吃个三餐饭 只要你很多物质欲望不是太强的话 实际上大家可以分给你 你不需要去劳动 有这么一种意思在这里 如果按照这个意思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出相对来说得出这个结论 就是15%到20%的人不工作 这个确实是可以的 似乎我们说好像这样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再分了几个方向说 一个我们举一整套西班牙这个国家的例子 他说这个例子之前 我们还是要再强调一下 为什么会有无用阶级这个方向 我觉得除了我们说的科技一轮一轮的革命之外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城市化结束 就一旦城市化结束了 实际上城市化结束 意味着很多基础设施不太需要再继续修了 这个是很消耗能力物力的 这是其一 第二就是科技革命停滞了 科技革命停滞了 意味着就是实际上科技革命不是减少用能量 而是增加用能量 就是我觉得是一部分人要去打扫上一次科技革命的战场 就是竞争结束的战场 比如说马车到汽车这个过渡的阶段的时候 实际上马车的基础设施要拆除 建立汽车的基础设施 这个过程打扫这个战场需要大量的人口 所以在爆发科技革命的时候才是真正 并不是说一辆车就可以减少很多马车 反而是越来越多人有汽车的需求 有高科技的需求 但是一旦停滞了之后 那么这个需求就会大幅度的减少 就各方面的需求都减少 所以我觉得以前的这种经济学里面的一些提法 确实可以重新考量 当然这个是太学术的方向了 我们就说实际的例子 就从西班牙开始说起 大家看一下西班牙在2021年6月的时候 失业25岁以下的年轻的失业率可以高达37% 是整个欧盟最高的 那第二名是希腊30% 然后是意大利 意大利也很高 这三个国家是在欧盟里面最高的 但我们说30%多的失业率是什么概念 就是每三个年轻人里面就有一个年轻人 是没有工作的这么一个状态 而西班牙不仅是今年说是疫情冲击 去年疫情冲击 实际上我们看早到2016年2017年的数据 它的失业率也是16% 而欧盟的话实际上整个欧盟的情况也有百分之十几 像这两年是14%的样子 前两年的话也都不低 那西班牙实际上从2007年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它的失业率一直在非常高的位置上徘徊 百分之十左右甚至以上是有的整体失业率 在年轻人里面一直是更高 那这里的话我们就说这个国家表现出来的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 实际上它的城市化也结束了 而西班牙在欧盟里面本身就算经济算是二流的国家 第一流是法国跟德国 特别是德国是经济的火车头 那即使是法国跟德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 就是信息技术这一轮 比如说美国有大量的互联网巨头 有苹果公司这样的硬件加软件的巨头 也有谷歌公司这样的纯软件方向 也有带有一点硬件方向的 就连德法也都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索取者 消费者而不是贡献者 那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那就更是了 所以我们说它就没有带来很强的经济活力 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是在中美过去的40年的秩序下面 工业是中国科技方向是美国 它就是一个简陋占便宜的这么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在资产泡沫破裂之后 就连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都没有的时候 而科技革命也没有真正有的时候 城市化也没有的时候 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说打扫战场的方向都不需要有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看到它的失业率是不断攀升的 所以我们看到它一直攀升到现在的30%多 所以这我说一个什么问题 我前面一直说科技革命是挺可怕的一个事情 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这个感觉 就是它一旦停滞之后 实际上像现在的这种生产力 这种超级繁荣的这种情况 实际上它已经可以让更多的人不需要去有工作了 所以西班牙它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前车之鉴 所以我说的是这个世界 对吧 因为我们说我们中国的房地产最近表现不好 但是的话美国股票似乎表现得很好 但是它这个泡沫如果说跟07年08年 一样破灭的话 美国的失业率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两三千万 或者说百分之五六百分之六七的样子 实际上它也会迈向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 这可能性也是极大的 然后我再举两个小例子 我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时候 看到路面上特别的干净整洁 有时候一整条街我稍微注意一下 发现不了一个烟头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冷寿三五个烟头还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这条街道其实按大家的这种生活数字来说的话 可能两天扫一次就够了 而不需要一天扫两次 甚至我觉得很多像上海很多公园的话 实际上它那个落叶落在地上 其实并不需要清扫 有一点落叶不是还更有感觉吧 秋风消射是吧 这个黄黄的点缀在路面上 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或者我们说用洒水车 或者说能把灰打扫一下就可以用 然后我在国内三四线城市 四五线城市看到有时候会带一些绣标的小嫂子 这样子在街上换来换去 就是指导一下过马路这些方向 包括说有一些辅警城管这些 其实当然也很有必要 我说不是说完全没有 但是的话我就是觉得的话 就是好像说这个工作还行吧 就是还行吧 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这个城市正常运转 也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是吧 因为我们有交通信号灯 你要过马路你这么大个人了 是不是 难道我要为你吃饭吗 这个东西的话 我就是大概我就是说这么一个意思 其实有很多工作是我们人为创造出来 就是大家去做一下 实际上的话你不做这个世界也可以赚 当然我们说对比说你那个交通信号灯要没有 这可不行 你开车开一半 红灯绿灯不见了 那你不知道该怎么过 好了 那我们最后就总结延伸一下 我们用西班牙的例子把它创起来的 就是当一个国家或者这个星球上面 它的城市化结束的时候 但注意我们说的 如果中美合作实际上可以给印度巴西 印度尼西亚 包括说缅甸 或者说整个非洲大陆 或者整个中亚地区提供非常优质的技术设施 美国把它的战略资源腾出来 比如说在这里压制住那些想捣乱的那些坏家伙 然后我们安安心心的中美一起合作 基础设施还是可以给这个世界提供很高的城市化进程 但是我们说这不是不容易吗 这得花一点时间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种环境下面 可能五到十年在科技如果真的没有特别大突破 我们说元宇宙 我觉得八成是一个虚头八脑的东西 在这样的环境下面 其实元宇宙肯定玩不出一个花样来 最后只是另一种泡沫而已 是吧 那我们看了那这样的话 像我们前面说的中华美股这样大的泡沫破裂之后 我们可能就会像西班牙这样子 事业率会不断的攀升 而这还是世界性的问题 在我们还没有计算像很多伊斯兰国家 很多女性都没有那个面纱 你说他他本身那就不工作 很多连女性 整个女性群体就不太参与工作 还有些国家他的 比如说南美 这个阿根廷跟巴西这样的国家 他本身工作乐情就不是那么高 是吧 整个印度也是这样工作乐情不高 所以这些种种方向 他本来失业率就不高的情况下面 他就不爱争取的情况下 我们看这个整体的失业率 未来五到十年会 我估计会不断的攀升 当然我们说这个无用阶级就彻底无用吗 也不是其实去年前年我就已经想到想在想这个问题 但他只是我的一个思考 就是你看我们现在短视频也好 中视频也好 长视频也好 实际上你一个人不是说完全无用 但是你有用处的地方 不是以前去扫地端茶倒水 富士堪里工作 但是你如果说你拍一辈子的视频 或许有一条会对整个人类的进程有帮助 比如我们像看张同学 他让我们了解了农村 像我一直举例子 如果有一个大妈 他了解削西瓜有一千种办法之外的 一千零一种办法非常方便的话 或者每一种个头的西瓜 他有不同的削法之外 我想他这一辈子五六十年 那一个短视频15秒 就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 或者说如果有能耐一些的话 就多几条 或者说时间拍的长一点 像张同学这样子 或者是你能引导一个潮流 比如说回乡或者之类的这种假设 所以我想这个无用阶级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我无意宣扬一些很极端 很恐怖的这种想法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 为什么做这一节目 大家看到这张图片 我马上把它最后两个字画掉 为什么呢 没这么夸张 什么失控这种情况 我们中国人本来工作意愿就太强了 就是世界最高的 就我们光女性的工作比例 就比很多国家的整体工作效率 就很多整个国家 他加起来工作人就没有的比例 就没有我们女性的比例高 去参与工作 就到这种程度 我觉得的话我们休息休息 我们动脑筋也不比任何民族差 就很多人看不起 像比如说像我们自媒体行业 你还别说 你看有了自媒体行业的时候 电影很多时候 以后就拍不下去了 为什么 很多电影导演那个水平 他不如自媒体的高 比如说你这个裤裆 掏雷这个事情 我估计很多农村的 或者乡镇四五六线城市的 估计以后也不太爱看了 他还不如自己拍 他拍的都比裤裆 掏雷的情况 对这个人类有价值 有意义 这些自然就没有了 而且对于平均来说的话 也更加合适 你看像最近联想事件 那以前的话我们说 我们一定要国家介入这个事情 现在其实的话 大家都不买你电脑 你就over掉了 你就结束了 那不就是自媒体的力量 一下子就几个人冲上去 你这个啥什么财阀 什么东西 那以前的话 我们只能私底下说一说 跟隔壁邻居聊一聊 现在不用隔壁邻居 你网上一发 这家大公司如果他做的不干净的事情 他就掉下来 或者说相比以前来说容易得多 这也是我们说 自媒体很多无用阶级的价值 我们自媒体是不是无用阶级 也不能这么说 我们人他界限是比较模糊的 我比较倾向于模糊的这种说法 好的 那我们这期就瞎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